我一直就很喜欢海 My favorite type of documentary is actually shark documentaries It's ocean topic documentaries 像宇宙发是要紧的 对 让我们 让我能去sale一次 Windows on the side boy Hello 你们的噩梦要开始了 对这个 关系 他在上面 怎么样 爽吗 爽 我有这种机会吗 有 什么时候 在风最大的时候 风最大的时候我就在这上面 苦不堪言 我只要敢喊一句苦 你就骂我 好 很开心今天有这么个机会 体度上我觉得应该会玩得很开心 是我们有三天的活动 我们就分成两组 升翻的时候 这个绳子把它往下拉 一定要挂安全绳 两个头的在身上 锁在那个上面是吧 主番就是架在这个横竿的上面的 从最高的那边走 九点钟之前必须要到维港 海水非常的亮 但是非常艰难 晚上还有一个夜行的时候 一定不要拿手电对折穿账 要开灯就是红灯 因为只要晚上有白光的话 意味着就看了那个白光 你前面就瞎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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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期待吗 The wind is on the side boys 上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们就说向宇宙发出这个邀请 然后它就发生了 我们的起航仪式就是Vector把主份升上去 你就需要拉这个绳子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在脚盘上去把它锁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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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可以再快一点吗 可以上面那一节点 因为那个都是小孩儿 还有这种活动了 现在这么想 稍微离那个边上就远一点 因为那边是浅滩 有可能会拖上去 它说要升球翻 前翻还可以换成spinnaker 它叫做球翻 挂球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船怎么忽然平了 就是因为顺风的时候 风是来自后面 所以它并不会产生 很多像旁边的这种力 所有的疗绳 都是拴在这个裤上的 在这个裤子里面 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不要抄 我们现在要冲着岛的外面走 最好的方向是往那个方向去 但是我们要往上顶一顶 所以你现在要抓住它 抓的时候手一定要这么抓 如果你这样抓的话 一旦没抓住 地上太大 你的拇指会被拉伤 而这样你拉伤的是小指 我们宁肯失去小指不失去拇指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第一天我们在收球单的时候 回来回来快回来就要翻了 好来来来来 两个妹妹下来 来来来 我们俩下去 好 收球单的时候 我是没有准备好的 风和浪 相当来说已经比较的 有挑战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去收一个极其 就是庞大的一个物体 心里是有恐惧的 快点 我眼前的所有画面就是只有我觉得在电影里面能看到的这种场景 你那边你手怎么了 我眼前的 我眼前的手是在抖 别动 太痛了 这个是消毒 且只感染的 没办法 这个就是超痛 我知道 肩颈 最后一点点 我没说累 我只是说歇会儿 对 很好 给它自然回程就像那边吃的 明白 明白 我们担得出来这一趟远航 就是好好心想一下这个晚霞 这个晚霞我们是在陆地是看不到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拿紧了吗 后面 马车没拿紧 马车有时间 拿紧了 你要站到维干那边 尽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